有些问题有在这里吗 咁咁龙色的一些音色 跟声音材色的随着 咁进口 咁进口 杨本导演对女人的美是很有研究的 比如在他的电影里头 钟楚红当然 这个都张曼玉都不用讲 其实他对于日本的公子李慧 对公子李慧 对 王祖贤拍过你的戏 公子李慧 松阪庆子 梅慕夫人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 因为松阪庆子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日本的美女 就类似我要讲的名字 可能你们都不懂 金丁子 金丁子 对 对 有点肉肉的 但是松阪庆子 你知道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 对 对 我很喜欢这种就是异乡情调 所以像那个刘伯母的家 你知道啊 所以她从那个上海搬到台湾了之后 住在一个日式的房子 但是她把所有的这个欧洲的家 她就要带回来 是一种异乡的情调 对 对你来讲 布置那样的家 其实这也是她最拿手的 对不对 不 我觉得有的时候讲这就是一个人的品位嘛 我们就说你拍什么样的电影 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那你的品位就会在你的电影里头出来 那这本书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特殊的 比如说我看到你到这个法国照务集家里 那那个时候还是她那个夫人 丁茵 对… 上个礼拜才前几天给我这本书 然后她就说你要做功课 我就想说 蛤 什么 但是我真的这几天也因为这本书 我都没有睡觉 因为我觉得也勾起了六年级学生的一些 我们对那时候的一些想法 然后还有当然我不认识的人 也变得感觉很熟悉 我觉得导演很厉害就是她的文笔 还有她把这些跟每一个人的关联 关联跟邂逅 都变成一个很美丽的故事 你们讲的我都不好意思讲话 你也不好意思讲吗 这个林青霞说你写的时候 都没跟我说 对… 远哥现在也写文章 写得很好的 跟你讲 妳这里头是在形容林青霞 我就觉得 因为我们认识林青霞 我就觉得很熟悉 她是一个季度要求完美的 林青霞很红 大家都林青霞 每一次大家比如说要拍照 或等她录影或者干嘛 都在等她化妆 对 而且她的妆就是化起来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他就是要化了一个半小时之后 看起来没化妆 没有化妆 然后我们就 但是就是 但是她要 对 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主角 你也要你 真的 那个时候她就是要看起来没化妆 这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个 她就是林青霞 对啊 你知道那个青霞在讲吗 她说我那个时候跟巩俐在拍戏 我这个妆呢 画了这边不行 那边要改 就画了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还在画 然后巩俐那边十分钟 这样就画完了 她说她们 巩俐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 对 我们都是跟巩俐一样的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 巩俐在拍梦醒时分的时候 我替她拍了一集照片 那这集 第一集照片呢 哇 那个风吹啊 头发就是很摩登的吧 那个时候 巩俐很懒拍照 那个时候很懒得拍照片 也没人找她代言 那个时候不流行代言 那结果后来她在法国很红啊 然后法国的Vogue 要找她去访问要拍照 她说我不要化妆 我不进摄影棚 那结果那个Vogue呢 就知道我拍了她的那个照片 然后特别从法国找人过来跟我讲 可不可以去 用她把我拍那个巩俐的 拿给她们去用 那后来我就拿给她们用了 所以那个时候巩俐真是很懒得 但是人会改变的 现在她国色天香更加厉害了 我的天香 这句话形容得真好国色天香 这张照片呢其实是 那个时候她们刚进演艺圈的时候 你看曼玉还有点胖胖的了 对不对 这个是《流经岁月》 流经岁月了 流经岁月 我们的首演那一天 那个张国荣来看 这个时候张国荣很红了 已经很红了 你看我那时候多年轻啊 我现在把帽子一脱掉了 完全不是那个样子的 年轻要是这个 中楚虹 在我的印象当中 中楚虹真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子 但是她并没有像你这样爱电影 那时候张曼玉还有小爆牙吧 没有 已经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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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是小夜之夜 是